大家好,今天教大家架结一颗龙眼 龙眼度比较硬 然后把这个面纱削平一下 不会扎破架结膜 然后这个结束也要削平 你看,很多刀削都可以,然后这个削静一下 然后这一个呢,45度削一个角 这个一号就是碎跟芥末之间的玉盒烤 然后这个削一刀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可以看见类层皮 沿着类层皮往下削 上面把它去掉两三根花 结碎,结碎皮比较薄 然后这个积木皮比较厚 要对准类层皮 对准它的类层皮,形成层的对齐 这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用架结膜,专业的架结膜 好了 打减两封肌做两颗完整 我去掉落团 澄清 cot 这个是一家的保鲜膜 保鲜膜主要是起保湿作用 遮助所以服 fo homo 这支随甚至使用 踩底fort 这些层的 ag belangrijk 然后里面,里面这个要留白,至少要留一公分的白 留白的目的是为了接木和接穗之间愈合,以后这里会展满 好,喜欢的朋友可以点个爱心,加个关注